这里啊 其实本来是应该在那个 无妄兔那个虚拟机里啊 给大家写这个代码 然后再运行的 但是呢 为了考虑啊 咱们那个虚拟机实在写起来有些卡 所以说啊 咱们代码是先在这个 Windows 就是我的一个桌面环境上去写 然后呢 咱们再把代码放到那个 无妄兔Linux下去跑 就是说 拿这个Eclipse啊 给大家讲这个代码该怎么写 实际运行呢 咱们还是要到那个虚拟机的环境下 去运行这个东西啊 在Windows下 我还没有配置这个卡费这个东西 好 首先啊 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写吧 我先写一个 咱们的函数 咱们的函数呢 就叫做FaceDetection DTCT CTLN FaceDetection 然后呢 这里啊 咱们需要传进来一个参数了 就是咱们的一个ImagineFile 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 我要对这个ImagineFile 然后产生出来 它的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首先来说啊 咱们先要定义这样一个东西 我把我的全卷机网络给它定义好 先 NetFile Collection 咱们的全卷机网络 这里呢 咱们要写上一个Cafe的一些接口了 我们Cafe.net 我们先说一下导件什么东西啊 咱们说到哪个 咱们再说啊 用到哪个时候 咱们再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里啊 我不是用了Cafe了吗 Cafe啊 就是咱们安装好的那个 Cafe啊 就是咱们安装好的那个环境嘛 首先咱们要把Import这个Cafe吧 我们需要先写下来CafeRoot CafeRoot就是说 你把Cafe安到什么地方了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Root啊 咱们通过这个SYS 把它的Path导进来啊 就是把这些代码复制下去 然后再Import的Cafe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Cafe的环境 改成自己的一个安装目录就可以了 在这个CafeNet里面呢 咱们需要传进来一些参数 第一个参数啊 就是这样一个DeepRoot文件 DeepRoot一个FullyConvolution 咱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其实DeepRoot文件啊 跟咱们的Tree文件有什么区别啊 DeepRoot文件跟咱们Tree文件 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它里边网络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呢 它是没有数据层的 因为咱们现在是做测试嘛 做测试的时候 咱们不需要输进来数据源进行测试了 所以说在咱们DeepRoot当中啊 把数据那个层去掉就可以了啊 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eepRoot层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Prototit写上 那么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的DeepRoot文件的一个位置 你DeepRoot文件啊 在什么位置 你就把它的路径 要么你给它放在一起 你就不用写全路径了 如果说不是放在一起的 咱们还可以把 咱们也需要把它的全路径指令出来 比方说 你这个DeepRoot文件放在什么位置了 你把它的全路径写到第一个参数 这是咱们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CafeModel了 我就直接写吧 就是你刚才训练好的那个CafeModel 你要把这个什么什么 第二CafeModel这个路径给它训练出来 写出来 就是咱们训练的那个人脸检测的那个Model嘛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啊 是默认的 就是咱们要进行一个测试嘛 所以说这里咱们写上一个CafeTest的 那么现在咱们就完成了这样第一行代码 第一行代码其实就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 咱们要把咱们的网络的配置文件 以及呢 CafeModel啊 给它读进来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要进行这个多尺度的一个角度变化了 咱们先把Skyl写进来 Skyl写进来之后啊 咱们还需要写这样一个Factor 就是说咱们不是要变换 就是说要放大和收缩嘛 一次你放大收缩是有个比例吧 咱们可以写这样一个比例 比方说我写个0.79啊 其实这个比例啊 大家都可以自己控制 你想让图像 就是这个图像金色塔更多一些 你就可以把这个Filter做一系列的变换 都是可以的 这里啊 咱们只是拿它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举例 接下来咱们就要读这个图像了啊 用CV2.mray的 CV2是什么啊 CV2就是这个OpenCV嘛 把这个ImagineFile读进来 我先把数据啊 给它读进来 这个数据啊 这个图像 其实它是一个路径啊 咱们要先把它的路径给它读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数据啊 给它用CV2读取出来 CV2啊 就是这个咱们Import的这个OpenCV 其实啊 这个OpenCV用起来还是蛮广的 咱们在做一些图像处理啊 深度学习啊 都是需要借助这个OpenCV的 如果说你想跑我这个程序啊 还是需要把OpenCV给它装好的 就是这个OpenCV的Python接口 这个CV2啊 装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需要定义了一下 咱们的图像啊 哎 怎么到这了 咱们的图像啊 L-A-R-G-E-S-T 咱们图像不能太大 我们先指定一个最大的多少吧 因为图像咱们也不希望太多吧 首先咱们不光要考虑这个准确性 咱们也需要考虑一下 咱们最终啊 这个时间的效益吧 咱们不能让它这个东西嗯 就是跑起来特别慢 所以说嗯 咱们也需要指定一下它的一个最大啊 不能就是说咱们的图像 也不能太多 这个金字塔 太多呢 咱们会没办法跑出来的啊 随便写一些东西吧 最大就是一个4000 再除上一个max我们最大变换多少个 除上一个imagine shape imagine shape里它是应该是从0到2的这个位置的 那么最小呢我们还需要写一下 一个最小它就等于这样一个largest 再乘上一个咱们的命值 命里边的一个 命里边其实跟这个里边东西是类似的 还是imagine的一个从0到2的 那么现在呢大家就现在咱们就完成了一个scale的变换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咱们做了很多个图像的金字塔 这图像金字塔当中呢有大的有小的 这个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需要大家自己指定啊 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这么写 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按照我这样的方式去写 你完全可以自己指定出来一些shave 比方说我指定出来了有0.8倍的 1.2倍的 1.4倍的 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指定啊 这个东西我有限制的 然后写一个循环吧 就是说我要往金字塔里放东西了 咱们最小的是让它27啊 它不可能比27小的 因为它小于27 咱们这个窗口就没办法去滑动了 我先我不是定义了一个这样list吗 我只要它是大于227的 我就往这个list里边去放一个scale 这个scale我就给它放进来 我想一下 然后这个scale是当前的这个scale imagine先读进来 然后呢 哦我这块少写个东西 我让应该让这个scale等于这个largest 在这儿 我先让这个scale等于当前的这个largest吧 然后让scale不断的去变化吧 咱们就不让这个largest进去变化了 我就把这个scale给它放进来 然后呢 每一次啊 我要对scale进行一个放缩变化了 scale 在这儿呢 scale要进行一个变化了 它就等于什么 就让它乘以这个factor嘛 factor就是它的变化因子嘛 咱们让它进行了一个变化 然后呢 这个命地同样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变化 都是一个乘等于的 我们还让它啊 等于一个factor 然后始终去判断一下 咱们的命地啊 是不是最小的 就是说看一看当前变化完的 它是不是大于这个227的 然后呢 如果说不大于227 咱们就把它 不是 如果说它是大于227的 我就把这个scale给它放进来 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咱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多尺度的变化吧 接下来我写了一个totalbox 这个totalbox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一会儿往这里存这个人点了 一个box呢 就是一个人点框啊 如果说在哪个scale里 我检测到人点框 我就都存到这个totalbox里边 然后啊 接下来咱们要写一个大军环了 fullscale in scales 不是有这么多种变化吗 每一种变化 我都要进行一个检测 这里啊 操作还是蛮多的 咱们要写一下 我先要对咱们当前图像 进行一系列的变化 就是说 咱们不是要进行一个多尺度的变化吗 那你先需要给它resize到这个大小吧 我先resize cv2.resize 我给它resize到 对当前的这个 imagine 读进来的这个数据啊 我先给它进行一个resize resize到一个 这里我想想 应该是先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先把它的shape给它转换一下 就是一个imagine.shape 我先看一下它的D0尾是多大的 然后呢 哇 怎么写了这么多括号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个第二维 imagine.shape 然后这里不要忘了 再去乘上这样一个scale 因为咱们是去做这个变化吗 我先让它这个0的地方 先去乘上一个scale 然后呢 shape为1的地方 同样也是进行一个乘scale 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逗号可能打多了 0和1都要进行相同的乘scale操作 我看一下这个逗号 这个逗号要太爱多了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可以去掉 去掉一个逗号 好 这里啊 还不能去掉 因为第二个是一个组合参数 这个还不能去掉 好 那么现在咱们就完成了一个resize的操作 就是说我先把这个imagine啊 就是进行了一个resize嘛 它的一个w 它的一个h啊 第一维是一个h 它的h要乘上这样一个scale因子 然后呢 它的一个w也是要乘上这样一个scale因子啊 咱们都要进行一个相同的变换 好 变换完之后呢 我先可以啊 先把当前的一个图像 然后给它暂时的保存下来 我给它invite一下 writ invite一下 就是一个 我可以写一个路径吧 这个路径大家自己写吧 就是一个 pass 你可以存到什么地方 然后呢 把哪个图像呢 把咱们的一个scaleimagine 给它复制下来 存到一个地方啊 存到一个地方 咱们存起来 不是没用的 咱们一会儿要给它读进来再 然后呢 咱们可以用这个 imagine 就是咱们接下来要用的一个图像 我可以用一个caffey.io啊 进行一个读取 caffey.io里边啊 它有一个函数叫做loadimagine 我们来看一下 loadimagine 然后这里呢 就是咱们刚才存的那个path路径 后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文件的名字 叫做scaleimagine 咱们给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咱们啊 这里 这里咱们就不用再指定这样的名字 直接读路径 它就能找到这张图像了吧 这个im就等于咱们读进来的这个图像 就是经过完scale变换读完的图像 然后呢 咱们要对这个数据层啊 进行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操作了 就是说我还是这个net 付雷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吧 还是咱们的这个网络啊 这个网络 我们调它的一些模块 我们先去修改它的数据层 因为咱们现在的图像的一个输入大小 已经发生变化了吧 不是27乘27了 所以说咱们要把它进行一个修改 我在它的blobs里边的一个data data就是咱们的data层嘛 咱们如果说大家没改过东西的话 咱们的一个数据层啊 就是一个叫做data的 咱们需要先把这个data层进行一个变换 我先给它resharp一下 resharp成啊 一个标准的格式 就是这样的 一个1 然后一个batch 然后乘上一个c 一个channel 然后就是咱们的一个h和w 然后我把它复制下来 哪去了咱们的一个scale imagine 然后就是咱们的scale imagine的一个 先是第一维 然后再是一个第零维 咱们先要把这个数据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 就是说把咱们的网络的数据层啊 进行相应的改变 相应的改变之后呢 我需要先 我还需要定义一个transformer transformer就是说我还要做很多的变化 transformer等于一个 这个transformer就等于一个cafee里边还是io模块下 这个io模块下还有东西叫做transformer transformer 这个transformer里边呢它有很多的变换 所以说咱们先把它给它定义出来 这个transformer里边咱们要传进来一堆东西了 这个就是一个 首先咱们要传一个data data是一个字典结构 我需要把它用引号写出来表示咱们的数据层 这个data data它的一个 它是等于这个netblobs 我们把刚才写的再给它传进来 好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层的结构 然后呢咱们要去做它的一个shape改变换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儿还需要 我们看这个我想一下 datablobs 然后里边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掉它的这个data 还是把它data传进来 然后呢data传进来之后吧 我们还是要对它的一个data进行一个shape的变换 我们再点data再点shape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些预处理啊 不熟悉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说大家对这些预处理不熟悉啊 也没关系 其实这些啊 咱们我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写的 我就是按照卡币的这个官网 给咱们提供的思路去写的 我们看官网当中啊 第一个例子是不是说 在这里我们要对这个数据也是进行一系列的处理啊 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啊 在这呢 就是说 在这呢 就是说 这些行啊 其实我就是仿照着这个官网啊 一步一步去写的 还是说咱们去先去读这个图像 然后呢 定义一个transformer吧 这个transformer怎么定义的 刚才我 我回忆了半天啊 有些地方可能记得不太清了啊 得回忆这些 就是等于一个 咱们把数据层传进去吧 定义一个transformer 然后咱们对数据层进行一系列变换吧 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忘了 直接把官网复制下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 这就是咱们一个transformer 定义好的transformer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用transformer做一系列的操作了 我可以set一些东西了 我这个transformer 我可以先去set一下 它的一个命值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减命值的操作 咱们也可以去设置这个东西 对于咱们的data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命值 这个命值啊 大家啊 我就直接把它复制下来了吧 这个命值 大家可以看在这儿啊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mu mu等于这个东西 我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好 就等于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找一个命值啊 找到这样一个命值 然后对所有的数据啊 都进行一个相同的 减命的一个操作 我不光可以进行一个setmin 我还可以去set一些 一个transpose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说 对于一个卡费来说啊 它的一个channel的维度啊 其实跟正常的是一个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这里呢 需要set一下这个transpose 我们看 在这里啊 它是不是也是这样set一个transpose了 在卡费当中 我们读件来图像啊 都需要进行一个维度的变换啊 大家直接照这个官网 可以咱们定义好的这个结构就行了 其实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一个RGB的格式吧 但是呢 对于卡费来说 它是一个BGR的格式 它的channel啊 是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说 我们需要把channel先进行一个变换 我懒得写了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了 我们先对它的settranspose 进行一个变换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咱们还可以做其他的变换 现在有了一个min 有了一个transpose 然后看一下 还有一个channel 这个 还有一个channel进行变换 我都给它复制下来吧 我就不一个写了 我别的写错了 然后呢 咱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roll scale 就是说 现在咱们不是一个 像素点都是0到255之间的吗 咱们也可以去选择 你是选到01 从0到1之间呢 还是从0到255之间 这些都是可以的 咱们可以自己指定 你像素点的一个大小 如果说在你训练的时候 你是用0到255个像素点去训练的 那么你这里呢 也用0到255这些像素点 如果说你训练的时候呢 是用0到1的 你也需要去用这个0到1的 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先需要进行很多的预处理的操作 这些预处理操作啊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自己去写 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你把这行过复制下来嘛 其实我之前写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记这些东西 直接都是造官网的这个例子 把预处理啊 直接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